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到底谁才是美国的亲生子 已经一目了然了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 半导体晶片的行业 发展速度令人惊叹 随着我们的智能手机 云端运算 人工智能等领域 都快速进步 对于更小 更快更加省电的晶片需求 都越来越大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ASML 在微影机领域的地位 真是举足轻重 他们研发的EUV光刻机 是生产7纳米借程以下的晶片必备的设备 他们对于晶片的性能提升 和降低成本 都非常重要 现在ASML又再突破了自己的技术樽颈 推出了2纳米的NAEUV光刻机 看回ASML的计划 他们将会在2024年生产10部2纳米的设备 而美国的晶片巨头Intel 已经买了其中的6部 看来在晶片制造行业 将会引发新的竞争格局 透过引入先进的2纳米光刻机 Intel就有机会可以重新进军先进晶片制造的领域 不单只可以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产业 还可以与台积电、三星等等的晶片代工企业 展开一个激烈的竞争 拐大自己的营收 一举两得 Intel拿到这部光刻机后 美国媒体大大声地说 声尼是属于我们美国的! 而台积电为表忠诚 亦花了几百亿美元在美国开厂 不过最新的光刻机还是没有给他们 不知道台积电的张忠谋看到这个消息 会怎样想? 应该就坐立不安 很多外国媒体对于这件事的评价是 台积电恐怕会被制压出局 彻底输了 而在2024年第一天 ASML受到美国施压 在禁令生效前的几个星期 突然间向中国取消了 中国供应用在生产半导体晶片的设备 看看彭博社引用的知情人士所说的消息 ASML Holding NV 认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要求 突然间对中国出售的光刻机使出了杀手简 ASML在官方发布声明说 他们的NXT-2050i和NXT-2100i光刻系统的出口许可证 已经被荷兰政府部分撤销 影响到一些中国客户 即是说 美国意识到中国在2023年上半年大量进口光刻机之后 特别是 华为实现新手机7纳米晶片突破之后 再次恶意封锁对华晶片 今天既然和大家来讲讲 ASML突然断供中国光刻机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WOOD GAY 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身为全球光刻机巨头的ASML 可以说是在半导体产业内 完全垄断了上游产业 特别在EUV光刻机的领域 根本没有人分到它一背筋 在之前ASML光刻机的极限 大概在3纳米左右 一般是用来生产5纳米的晶片制程 不过现在ASML正式宣布 经过好时10年的研发 研发出了一部 每台售价超过3亿美元的2纳米光刻机 据了解 这部光刻机组装完之后 还比较大货车 需要分装在250个独立的板条箱上运输 包括13个大型货柜 预计这部光刻机将会在2026年 或者2027年开始制造商业晶片 我们要知道 全球的大型晶片公司 包括Intel、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 都是排着长队地去抢购ASML这部 号称地球上最先进的光刻机 现在在高阶晶片制造领域 台积电模仪是一个龙头大佬 遥遥领先 不过考虎难为无米之趋 没有先进的设备 你叫台积电又怎样做一些晶片出来呢? 尤其是在一些高阶制程方面 要生产2纳米晶片 就一定要有2纳米的光刻机设备 但这次ASML竟然将第一部2纳米光刻机 给了Intel Intel和台积电 都是全球晶片代工的巨头 它们本身就有一个竞争关系 加上Intel是纯粹美国的公司 与台积电本质上面有不同 更加重要的是 ASML受到美国资本所控制 我们可以看一些公开的数据 ASML的第一大股东 是美国资本国际集团 它们拥有15.81的股份 第二大股东是美国黑银集团 拥有7.95的股份 第三大股东是英国拍机投资 拥有4.54的股份 虽然说ASML的光刻机 是只要付钱 无论谁都买得到 但ASML都受到美国的祭走 美国说卖给谁就卖给谁 不给卖给谁就不准卖 在之前的中美科技里面 美国人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华为手机上的高阶晶片是怎样来的 为了继续保持着晶片领域的霸主地位 美国人索性要求ASML优先交付2纳米的光刻机给Intel 对于半导体行业来说 2纳米制程技术的实验 将会开启一个新时代 可以生产更加先进的晶片 满足到各种新兴需要的需求 例如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端运算等等 至于对台积电来说 虽然它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在美国的阿里桑那州建一个晶片厂 但它最多都只算是美国的样子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台积电到底有多厉害呢? 看看市场研究机构 集邦咨询的数据 2022年第二季度 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营收 排名第一 份额高达53.4% 排名第二是三星 份额和台积电都差距成37个百分点 只有16.5% 台积电就遥遥领先 毫无疑问 是全球晶圆代工的领头羊 但在美国看下 台积电在美国开厂 又花大钱又送高级人才过去 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 而且台积电还一直抱怨 在美国开厂的成本太高 在海外开厂就意味着 台积电是需要找附近的供应商 去帮凤凰城厂提供原材料、设备和关键零件 有传媒说 因为人力成本、许可证、发规、合规和通胀等原因 台积电在美国开厂的成本 是至少在台湾的4倍 除了这些 早上台积电在亚利桑拿州建的晶片厂进度落后 和美国工会爆发了好几次的冲突 一些接受传媒采访的台积电工程师就说 在中国台湾 工程师的工作时间长 还要周末轮班 自招他们为晶片制造商埋杆 但美国的员工可能就不太愿意牺牲 再加上 之前台积电想着在美国开厂的时候 美国会很开心地被巨额的晶片补贴他们 但现在的结果似乎不是他们想的 台积电在美国建了晶片厂之后 脑微又立刻改了晶片规则 要求台积电共享美国市场利润 还要交出部分核心数据 才可以申请到晶片的补贴 其实美国根本就是想割台积电的韭菜 左手选补贴,右手加成本 搞到台积电简直就是培料夫人幼哲兵头都大了 刀板上的鱼肉就是要任人宰割 逻辑就是这样,台积电也没办法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在美国后面 既然台积电只有做弟弟的命 又怎样拒绝大佬的要求呢 就算是这样,美国还是想架空和削弱台积电 这个情况已经变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一晚报来说 就算台积电的制程水平再高 它也不会是美国的自己人 美国人想要一间 顺水美国化的公司 即是像Intel这些土生土长的亲生子 可以预见的是,Intel有了高阶光刻机后 领先台积电的优势就会继续拉大 等到有一天,Intel完全掌握到台积电的先进工艺 再挖走台积电的高端人才 台积电马上就会变了弃子 美国一边就被鞋子台积电穿 一边又看着对付中国内地 他们要求荷兰封锁对华光刻机的出口 结果荷兰在过渡期内 对华出口量大增148% 吓到美国都恐慌 于是,美国再向中国施压 要求荷兰配合他们 所以在荷兰出口管制生效之前 他们突然对两款先进型号的光刻机 实施左段式销售 令到部分的设备对中国的出货订单被取消 知情人士就透露 好了,去年年底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曾经打电话给荷兰政府 但荷兰官员就要求他们 直接与ASML商讨相关的写议 美国提出了要求之后 ASML取消了剩余数量的已订购光刻机出货 听说,荷兰响应美国政府的受要求 是针对两款的光刻机 分别是NXT 2050i和NXT 2100i 很明显,波长193nm的1980i 到现在还未在限制的范围里面 现在ASML的声明里面也没有提到2000i 所以限制的目标可能只有前两款 但不幸之中也有个好消息 因为2023年ASML基本上已经交付了中国内地客户 预付的DUV职压订单 即是说,大概在2023年11月底的前后 ASML应该已经想到美国可能会加大阻碍的行动 所以他们就踩行油加速交货 将中国全链的订单全部都交了 可能不排除之前美国已经发出准备进一步禁售的命令 在中国订货方的催促之下 ASML才会保持紧密合作提前交货 同时,因为华为和其他国内产业链有很快的突破 如果不继续出货的话 他们可能会失去更多的国内市场 有消息说,国内产业链已经有能力去制造DUVI光刻机 可以将晶片制程缩减至7纳米 甚至已经拥有原始EUV的技术 ASML都相当于认同这一点 说华为和其他国内厂商自然晶片半导体等等的技术 是破坏全球产业链的行为 损害了全球产业链的利益 但现在国产光刻机已经占了国内八成的市场份额 华为又宣布晶片止级率达到70% 还呼吁国内厂商多些去采用国产的晶片等等的产品 国产先进光刻机量产之后 自然就会进一步去蠶食到ASML的市场份额 这些都是ASML突然向中国出货50亿欧元光刻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是ASML需要我们国内的市场 它们继续在国内扩大开放更多的核心职位 一方面ASML的光刻机其实已经去到尾声了 NAUV光刻机会是最后一代 而未来的光刻机会更加注重在效益和环保上 另一方面新能源车是一个新趋势 专家说新能源车的晶片带来的机遇比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更大 而中国去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生产和销售国 自然晶片的需求都会更加大 还有一点就是新的晶片技术不断出现 对ASML的先进光刻机的依赖程度 已经是慢慢开始降低了 例如NIL制程可以将晶片制程缩小到5纳米 不需要用到2UV的光刻机 对叠技术可以在不改变晶片制程的情况下 大幅提升多核心效能 华为和其他厂商都在发展先进的封装技术 2.5D封装技术已经大量的应用 华为还研发了更加先进的立体封装技术 加上光电晶片和量子晶片已经成为趋势 河南亦宣布投资11亿欧元在光电晶片领域 希望打造下一个ASML 有些分析指出 半导体行业是高度全球化的合作产业 在全世界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美国的霸权和霸零行为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对全球现有的产业链造成严重打击 对于美国要求ASML停止向中国出口某些型号的光刻机 汪文斌就说 留意到有关的报道 中方一向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 用各种理由脅迫其他国家对华科技进行封锁 半导体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产业 在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美方的霸道和霸零行径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严重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 严重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他们必将自食其果 实际上 虽然美国的施压 令光刻机的贸易变得K型化 又禁止向中国销售EUV光刻机 扩大DUV光刻机 但相信中国仍然可以依赖ASML的DUV光刻机 继续将制程工艺由7纳米推进到5纳米 不过这些都不够 中国现在正全力以赴研发国产的尖端光刻机 可能不用两年 中国就可以将EUV的价格打下去 等着来吧 无论是美国还是ASML 你们要含尖风的日子可能不完的了 我们的屈基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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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